就是我是一個排隊界的公益大使 在排什麼 然後我在後面就是說 後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 有幫你有沒有有趣欸 你會問這個問題是 那裡有在戶外嗎 有啊 不過差點被買到水銀牆世界了 對啊 菊花 戰棒 取回眼鏡 歡迎收看FJ234 生活中常常有很多時段 會讓我們很想說 やめてください 請你不要再這樣子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請到了展榮展瑞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生活中やめてくださいですか 歡迎兩位 嗨 兩位好 兩位好 哇 終於見面了 欸 真的 終於見面了 我周遭有超多人 超喜歡你們 對 超愛你 放屁 真的 真的 誰 真的 POLO 嗯 TOLO Energy跟TOLO 真的假的啦 我剛才跟我說 Energy跟TOLO 對 他跟我說 他第一次開YouTube看 就看你 就丟了耶 就直接看 真的假的 TOLO 搞得我現在壓力很大 好啦 我先分享第一個 やめてください的事情 好 我就是要廢除 就是 不能用意望眼 異樣的眼光 看待一個年輕人做博愛座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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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一次我上集 因為我快拉屎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一站走就想拉屎 但我一定要坐下來 發現 角落有一個那個博愛座 然後那時候是五點下班時刻 然後他們說沒人要坐 誒 那就我坐啦 然後就坐下去 有一個粉絲偷拍我說 跳尋你怎麼做博愛座 然後好過分 嗯 這個 那時候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嗎 嗯 就你知道 任何人都可以坐博愛座 因為博愛座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 就位啊 就位啊 那你覺得 如果他一個年輕人做博愛座 然後在監控室看你會怎麼樣 我會覺得沒有關係耶 因為大家都是人 一定有自己的那種 不好意思說出來的印記 對 後來那個粉絲傳言 我說你怎麼弄過分 我就說 喔 對不起 他丟著你喔 他丟著你喔 我想說算了 可是你有跟他有原因嗎 有 如果說很想拿死 他說喔 好好好 對 我覺得做博愛座是小事 可是你知道現在很常會看到新聞 例如說做柯源之後 把腳放到前座 看電影的時候 對 那個才是真的是 YAMEDEGURA SAID 真的 可以這樣子 太沒有品了 而且最近有一個人 國中生做國外座 因為他是補習補要想睡覺 然後做國外座睡著 後來有一個大媽就開始 刺責他 然後就那個國中生怎樣 下櫃說對不起我錯了 我很想睡覺而已 對不起 真的 有這個新聞門去查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像 有某種道德的綁架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座位 然後我們是優先禮讓 那禮讓又不代表犯法 對 所以要讓也要看這個 像我如果看到別人做國外座 我會自己認為他一定是生病 就他有他的原因 總不可能他要糟告天下我的原因 還要貼一個牌子在那邊寫我 我想拉屎 我以前上班的時候啊 就是 我有做過電影院 然後 我也有時候很常看到 因為電影院不是很趕時間 對啊 所以很常看到客人買票的時候 其實他的情緒就寫在臉上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客人都好感 他們的臉就是這樣 因為電影可能在十字幕 對 但莫名其妙的是到他的時候 他會直接 他們都會這樣 我要看 為什麼 講不出個所以來 我想說不是他在看 他要看什麼 對 他要想法 你為什麼 或是說他 論當機 但如果你很趕時間 你為什麼要當機 你不是應該要 準備好 然後一到立刻快很準 就講清楚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問說要不要加餐 我們剛剛不是吃過 可是我進去還是想吃 那你要是甜的鹹蛋 對 電影院就是那幾個規則 你跟我們先討論 而且我很常常遇到是 有一個 例如說女生來買 然後他拿男朋友的錢包 然後就說 你要家裡你要抱女朋友 然後你說轉到後面 然後這樣子 小明治 你要吃了嗎 媽媽自己另一半 然後那男生還聽不到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 太浪費時間了 你跟小明治 小明治是歌手嗎 對啊 為什麼亂講 你還被誤會 我覺得還有一個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忌是 他就是趕你 就是他可能一直探頭說 好了沒啊 你們可以快一點 你已經被趕了 那會趕人家的這種人 就代表你的時間也算寶貴 結果到他的時候 他卡在那邊 卡在那邊比人家還要久 而且他在趕時間的那個 時間他為什麼不想好自己要什麼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罵人家 然後結果自己也是這樣 這也不行 但是我想講一下 就是我是一個 排隊界的公益大使 怎麼說 只要前面有人很久 例如說我們有時候去買東西 會有加價購對不對 要不要看一下後面的加價購 然後就會有人開始這樣 然後我在後面就是說 後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 對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子 有一次我們去北京也是排那個 選擇機 然後排很長喔 然後前面大家都要想什麼 然後前面大家都一直在想說 要吃什麼 然後這個女的他就跟前面的人說 我是覺得現在人要想法 不然浪費大家時間 不然我們全部人都排超快 就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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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如果 如果講了以後 大家都沒有這樣子的話 我就說 拜託可不可以再開第二個會 對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 欸你知道我們每天聽的時候 對 因為這樣 有時候你是我們會淚黑名單的人 我以前代工的時候 你代槍耶 不是 他有個戲也是 那個原來的命名很久 他就跟那個全家人說 你們可以再供 另外台體管機 你知道我很大的人家 我跟你說 我以前在打工的時候 我超氣重的 我就想說你為什麼不去跟我老闆講 你跟我講幹嘛 我只是來送班 對不起… 可是你知道我以前 因為我團圓的老婆以前跟我的同事 就是石頭老婆以前跟我的同事 然後他有一些都會這樣的課 他就說 可不可以再開第二個會台 然後他老婆就這樣暗暗的 現在是一檔 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那個課呢 然後就結束了 結果我發現有時候他們是惡意 對 這是惡意 對 然後他也講你自己有幫助到 很多人可以快一點 對 而且我也是先念我前面排隊的那個 可是我記得你念的時候 有一次更過分在飛機上 還小朋友哭的時候 蛤 蛤 只有他有一次先講 反正有一次他就是那個 在角落坐 然後旁邊小朋友都在哭 對 然後他站起來說 你們覺得小朋友不好行去的時候 是比方還是什麼 沒有 不是是這樣子的 是那時候我們坐高鐵 然後高鐵有一個比較貴的位置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坐這邊坐 然後後面等於一直都說 欸 你要吃這個不 欸 這個好吃 這哪一次買得到 我說 這邊不是已經是那個貴賓席了嗎 怎麼還那麼少 跟菜市場一樣 等一下 我覺得這首歌 有這種朋友真好 我發現你有情緒上的 怪人都給他當耶 你有情緒上的困擾 你很容易被點燃 但是我告訴我 這是我的生活準則就是 對陌生人沒耐心可以的 對身邊的朋友要不要耐心 所以我說有這種朋友很好 黑人都給他當 你就只要氣他出來 他在排什麼 就先給他一些這種情緒 他就自己 他就會往前攻 他就會往前攻 我覺得比較大 比較 Big No No 就是不要這樣做 我覺得就是捷運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捷運啊 那種出入口都不像人家 有些國外是那種秋秋的 就是人很少 我們永遠都是人很多 因為是上下班時間 有一些人他就會在下車的時候 他要左顧右盼 然後覺得自己在拍 還在倫敦地鐵 誰 然後 他還講 然後現在不是很流行拍一些短衣 所以我覺得這樣講 不好意思 我們都流行拍短衣衣 但有一些人短衣 他會霸佔那個路口 真的假的 因為他要是拍他上車下車 可是有些人在接風時間 然後那個門 門就會嗶嗶嗶 就那一角段時間了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在 不要打擾到人家的環境裡面 去做這些事情 不要在打擾到別的地方拍短影片 講出在打擾 我懂我懂這種感覺 捷運的最大的Nono 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他放到錢包裡面 然後一直刷不到 喔對囉 一直到 為什麼不拿出來喔 而且他 我通常這樣的 通常大家就覺得一個B 一個B 但是你就這樣 那我有一個問題 好假設現在有一個空位 然後 開始我阿波現在說 你坐這裡啦 你坐這裡啦 我坐那兒 我坐那兒 你坐那兒 你坐那兒 那兒 你們想起來嗎 你們一起坐著聊天 會 會 是不是阿姨都很愛這樣 對 我會反射性的就是 所以你是覺得阿姨是故意的 我是覺得阿姨是故意 講給我們聽 真的嗎 沒想過耶 我覺得阿姨是想誰聊 我覺得阿姨是重聽人 她講的 她不是故意的 妳在那兒 我覺得阿姨是到了一個年紀 不在別人眼光 喔 喔 常常很多人 我覺得她明明就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嗯哼 然後她就一定要說 我覺得滿洗腦的 然後講一個禮拜 重點是 你就問她說 所以你覺得好聽嗎 她說 就洗腦 喔 然後她放到歌單 放到車子裡聽 然後說 所以你喜歡這首歌喔 沒有我覺得滿洗腦的 就是不願意承認 就是不願承認 為什麼我們不願意承認 你喜歡一個東西呢 你喜歡就喜歡阿 沒有用藉口阿 喔 說到這個我最近也是這樣 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很 對天才衝動中 這種遊戲節目 就想說 就滑掉我們看 對 然後最近一看發現我真是 你好像歐巴桑喔 對阿 那我學妹妹公才七瓜 這年紀到了 這年紀到了 我欣賞 我欣賞 你怎麼笨 笨死了 這個tempo都不會 對 你現在真的知道她的TN啊 我知道 就是我 對 而且說到歌啊 我覺得歌曲裡面有時候 嗯 不管她的詞或是意境 我覺得有時候 那個性別的感覺也很重要 喔 對啊 嗯 要聊到你們的性格 好 什麼意思 那你剛剛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說到歌啊 我覺得現在歌曲 保持一個中性的感覺 是 其實有時候反而更好 她的速度曲就很大 對 沒錯 對這也是我覺得我們最近 要拉回來 這是我們最近覺得 我們的新歌 給問你的愛 嗯 想要講的就是其實 我們通常聽到愛這個字 第一個想法就是 嗯 一男一女情女沒了 是 通常啊不是說只能這樣 當然現在有很多人其實 想法很多元 嗯 但是我覺得 更需要讓更多我們的粉絲 或者更多未來的觀眾知道說 其實愛不是只能代表這件事 嗯 愛的定義其實很廣 而且也不有關於 我覺得不有關於男女 是 對 然後有時候兄弟之間 家人之間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裡面 真的很 讓我們很鮮少去表達這些東西 真的 所以我有時候要跟我的父母的講 那種 媽媽我愛你 或爸爸我愛你 這些話 我覺得講起來就是格外的 所以會說我覺得蠻洗腦的 哈哈哈哈 就是令威瑟給予他欣賞讚美 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們 像前面講的一些文化 例如說英文歌 中文歌 就是對自己的人都超嚴格 對 然後對自己的人都不想要讚美 然後對外面的人就是 人家什麼都沒做就好棒棒 嗯 我覺得我們缺乏 不是說我們 就我覺得我自己啦 就是過去家庭的教育 最近這幾年滿在練習 要多表達這些東西 對 對 然後這一次也挑戰就是不要有 女主角或者是什麼主角的概念 有 我看那個MV裡面是一個動畫嗎 對 那個人是一個動畫 想要用 他是真人 他是說我們故意讓他看起來像是 三個 三個女生 然後那種小精靈的類型 其實我也覺得是 我們每個人其實裡面應該都住了三個自己 對 那這三個自己合 那我選擇女生的原因是 我覺得我自己某個程度上 自己很像 三個很MAN的女生住到身體 哦 對 希望大家聽著歌還是開心重要 欸 沒錯喔 開心重要 對 欸你們有沒有遇過 真的在那種 就我們以前短片有拍一個劇情是 你不知道要叫他先生還是小姐 我有曾經浪位給不是懷孕的人之後 我也做過 我好兇 很尷尬吧 我也有過 然後浪完之後 他說為什麼要浪我 什麼浪我說 他的臉 然後我就說 不是吧 對 他的臉是為什麼要浪我 然後就自己反應過來 對 曾經不知道叫他小姐或先生過嗎 我在打工的時候我就說 小姐往前喔 然後他一開口我就 對 對不起 我還不小心跟他道歉 我還記得他幫洗澡的時候 有時候會問 怎麼說女生就長髮 很像那個 好愛的祭司 就長貓的 然後說得很順 然後是個阿伯這樣 然後說 哇 表男大的 哦 這就是重點了 這就是阿伯你們想怎樣 那我跟你們講一個 因為我們班以前有一個T啊 對 就我們高中讀表演書歌 我們班有一個T 他是幕後工程組 就是要扛燈 或是扛什麼 做幕後舞台的那個 然後他對他是T嘛 他覺得他T是男生 然後每次在那個 老師有說 來男生搬東西喔 然後他又不去 然後我就說 欸你不是男的嗎 然後他就說沒有 我說好吧 然後老師就說 來女生來一下喔 然後他也不去 欸 然後就得知他是你知道嗎 爛 無關性別 無關性別 他就是爛 欸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議題 對不對 他好像也有 對 我覺得他就是爛 他就是爛 但是他可能就是想說 在他的世界裡面 他逃過這一劫 也逃過那一劫 對 還有一個大地的 就是可以有這種表作 就講就是一群朋友 就是靠著很近 然後你突然打個歌 就是水餃歌 打歌我都會 可是我一定會這樣 可是這樣子會不會出來 真的嗎 我是沒有被反應過 即便沒有那個聲音 那個味道還是會散開來的 真的假的 我 我覺得蠻驚訝 我這輩子沒有被反應過 真的嗎 就是大家的味道 還是他們想要 不敢講 不敢講 他們需要一些陽氣的 想要 那你們會不會到下午晚上 都想說要確認自己的口氣 你們這樣 會啊 我是讓他空氣這樣回流 你知道他怎麼確定自己的口氣嗎 你就點自己的手 然後再聞就是你覺得他的味道 真的嗎 他發酵對不對 對 因為我經驗 因為我就是很常口臭 哪之前都說的意思 沒有啦 所以喜歡的人不會讓你 聞那個味道會香的嗎 小時候會啊 長大就是很理性啦 怎麼說 長大就會覺得臭就是臭啊 我再喜歡的人 臭就是臭 那我問你 如果你今天跟一個人曖昧 我就針對他 不知道你們每一個人 等待會你們想回答 也可以回答 你今天跟一個人曖昧 然後就是他下課 你們都下課了 然後四點 他就剛下課晚上說 對 我吹一下 他當賴昧 那我就說他有沒有隔 你有隔嗎 有嗎 如果拋了一整天的就會比較臭 那如果有隔的話就想說 用手指這樣弄一弄就還可以吃 你們兩個太超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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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頻道是生存的 對啊 你們兩個是不是這個頻道 已經沒辦法支撐你們的內容 你媽要聽到他講那個 你們可以講那個 韓國在那邊買到水泥牆世界 對啊 我還有去過那種 連水電都還沒有通的 預售屋裡面發生的 反正那天我媽要去 我們就一起去韓國 然後我媽要出去 他就說我媽要去吃飯 他說 沒關係我不用去 我說這個你們在搞什麼 搞什麼鬼 然後死都不去 然後最後我媽要走的時候 他說 他就拍一個 他在一個後照進去車子裡 他說 我在要上別人的車 不知道去哪裡 在韓國 那我最煩 你知道為什麼 這裡就是Big Nono 就是你跟朋友出去 然後他的一副就是 他自己已經有 然後又不明講 然後你要擔心的安全 他後來講 因為我們後來說你要去哪裡 他說 因為這趟旅程是 福福的韓國2022 那個 菊花綻放 菊花園 而且我說你要 韓國站 對韓國站 我說你就是要去這些地方 深入每個人的 就是住宅 因為才是一個深度旅遊 深度 文化扎 可是你是深入 你是被深入 被深入住宅 被深入 的旅遊 所以你都是實地 用身體去探訪當地的文化 對對對 去獻花 他就例如說結束後 不要去逛當地的超市 原來韓國人都吃這些東西 原來他們的折扣是這麼多的 哈哈哈哈 真的吧 你會覺得 你是會搭這種捷運 就是到那種 紅樹林站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旅行 對對對 他就說在南 他真的很想見到你 然後就覺得好啊 可以去看看 去看一下大學家 原來韓國大學家住這樣子啊 對 可是我覺得跟這種朋友出去 你覺得要擔心他 還是不擔心他 對啊 不用擔心我啦 真的不用啦 不是啊 就是 那種感覺就是 雖然是 上了三個小時的車 可是通常都 三分鐘就結束了 你也能夠嗎 對啊 當時我們下來過的時候 他們說你不在 不知道你不知道去哪裡 後來之後 我在一天吃完 我吃完麵的時候 有一個白人走過來 跟一個阿拉伯人走過來 他們兩個都極帥 他們就說 我們現在找3D 找另外一個3D的人 你OK嗎 有這麼容易點 然後他們就說 我OK 好好啊 可是我覺得觀眾看完這個 他下面會留言說 哪一天在社會新聞上面看到我們被分飾 也是就是活該 活該 活該 反正我不是去那個阿拉伯人 我字都沒講過 不是去澳洲的羅提山嗎 就是那個海邊 全部人都在亂羅的 幹嘛的 然後一去我大開眼界 反正就有到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 要爬上去一個地方 我說為什麼要爬上去 他說 因為這個地方爬上去之後 老人家是爬不上來的 他有一個年齡的卡 他有年齡的卡 他說 這是刪除耶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不擅長 過分 我就說我不擅長於爬 所以你要爬上來 待會兒你就知道多好玩 我就爬上去 走走走走走 所以開始聽到一些人被分屍的聲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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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始聽到草 晃動的聲音 然後開始有水流下來 水 什麼水 而且發現很多人在上面 鳥鳥 然後那個鳥鳥 還留在我的腳 講到最大膽 我想到剛剛我們開錄前有聊到 可是我這次去泰國跨年 然後那個Judy就帶我們去一個歪跑 嗯 那個Party 我覺得那時候我做過最瘋狂的事 為什麼 因為我第一次是裸上一跳舞 然後當下就是很享受在那個音樂裡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也是完全是最大膽的事了 對我從來沒有這樣跳舞 嗯 對 因為平常如果就是在台灣的話 就會覺得說完了 如果這樣被別人拍到怎麼辦 對 或者是我會想說是自己身材不夠好啊 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在那個環境就真的當下讓我覺得 大家只是來跳 就應該說真的享受在那個Party裡開心 然後之後去其他什麼電影趴 有一個叫白大平全趴 另外一個朋友帶我去的 我也是就獲出去 那一次真的是覺得那一次 可是你們在泰國不會被認出來嗎 可是我就直接 像我遇到他跟我打招呼 那是舞池嘛 我就直接把他抓過來跳舞 所以我就覺得那是我最大的 那時候在歪趴超多的啊 我就直接把他抓過來跳 其實我蠻喜歡跳舞的 所以只要是認出來 或是說知道我是誰了 我都會覺得最愛跳舞 我反而覺得好像很多人沒有很喜歡跳舞 你知道我們就是在外面 然後遇到就是認出我們來的人 我們就是這樣 欸那你要不要請我們喝酒啊 好會抱我 好會 好會 欸那都是台灣來的嗎 想我們喝酒 哇 那你們有去Google一下自己的評價嗎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 楊貝的鼓掌聲 請你不要這樣做的內容 謝謝大的人 pued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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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棒的星光